在昨天河北省的唐山出了一个大事 有一段餐馆的监控视频在网上引起了轩然大波 三个男子喝完酒结完账 有一个走到其中一桌 那桌坐的都是女生 对着其中一个女的就开始撩骚 还动手动脚 女子直接给推回去了 然后双方就爆发了肢体冲突 一名上来帮忙的黑衣女子就被重摔在地 白衣女子被男子同行的人拉到店外继续殴打 当时被打的人就报警了 但是在警方到达的几分钟之内 这几个王八犬子就跑了 随后警方就发布了通告 并且在全程布控实施抓捕 这件事发生的时间是夜里2点40分 当天晚上的11点多 两名主要的犯罪嫌疑人就都已经落网了 警方的通告显示 犯罪嫌疑人陈某在烧烤店对着用餐的四名女子中的 一人进行骚扰并殴打对方 跟这个王八犬子同行的刘某 也冲进店内对受害人进行殴打 并将受害人拖至店外继续殴打 然后逃离现场 两名受伤的女子正在医院接受治疗 无生命危险 另外两名女子伤势较轻 没有住院治疗 两名受伤的女子 照片我也看了 头部受伤 身上有血迹 看着是挺残的 因为审核问题就不能放出来了 事发当天晚上 唐山市委书记 在疫情防控指挥中心的会议上 就强调严厉打击各类违法犯罪行为 彻底铲除黑恶势力 这以人民群众深恶痛绝的社会毒瘤 对烧烤店发生的寻衅滋事 暴力殴打他人的恶劣事件 要从严从快 依法严惩 同时要举一反三 在全市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回头看行动 然后到了今年早上七点 警方又抓了三个人 目前打人的那一捉人 差不多都抓到位了 这件事简而言之 就是一群王八犊子晚上喝了酒 然后去搭讪其他女的 没成功 恼羞成怒开始要打人了 然后警察就把王八蛋给一网打尽了 并且要查他们背后有没有黑恶势力的性质 就这么一个事 结果网上的权师反贼职人职处全都高潮了 经费是给你完全顶到位 所有的热搜就全给你霸占了 40条热搜榜30多个都是这件事 他们列队把一个个相关新闻通告帖子 全给你顶上热搜 吵男女性别对立的全部接到指令 疯狂带节奏 又是一波微博灭国呀 还有借机吹外国好的 说新加坡好 说英国美国治安好 一群职人职处瞬间高潮 是一边笑是一边跳 说你国治安不好 新加坡治安好 英国美国好 看见了吗 美国狗粮又到位了 这件事情一戳 我就知道带节奏啊 又是吵男女对立 肯定啊就会围攻这件事 因为这件事的要素太全了 深夜的烧烤店 喝醉的流氓 调戏女性不曾开始实施暴力犯罪 还有监控视频 有照片 800年不遇的绝佳机会 吃美国狗粮的网军 他怎么不可能冲一波呢 然后以微博为首 瞬间啊 情绪共振 微博亡国了 特定的议题 特定的方向 特定的案例 会得到重点关注 跟广泛的传播 再加上营销号 为了流量是苍蝇一样的涌上来 各种激化 特定群体情绪 什么各路女权 还有那个没文化的女明星 这纷纷出来都得蹭一波 还有一群冲出来啊 在刷恶枝花 给姚臣洗地的啊 姚臣当年说这句话的时候 是昆明火车站爆孔时间 跟这事能一样吗 不行 总之节奏必须得待稳 所有平时啊 被美国枪击案压着打的反贼 这波是跳出来 好嘛 玩命给美国洗地 说美国尊重妇女 美国不可能发生这样的事 美国爸爸好棒棒 你可快你妈给我拉倒吧 美国妇女还惯夫妻呢 连京八部围都禁止通婚了 美国50个州 还有47个保留着通婚了 美国军队里面每年平均两万名女兵被强奸 好家伙 唐山烧烤店这事都能给美国英国洗地一波 这我都看啥了 英国检察署自己都说了 强奸案开庭时间平均要等两年 中国出个刑事犯罪事件 还得英习一波英美 这现在网军水平都这么差了吗 这事能吵这么大 其实最主要的原因 其实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这种事非常罕见 再加上网军挑动对立 需要的因素全部都具备 疯狂就在上面砸网军的资源 砸各种狗粮了 不过没用了 不到24小时犯罪嫌疑人全部都抓获了 在中国的城市里你犯点事你想跑 你觉得可能吗 天网系统你了解一下呗 这一说全城布空 路上所有的摄像头就开始进行人脸识别了 犯罪分子你是插翅难飞呀 中国可真不是美国啊 美国那边人家枪击案 那都成习惯了 大不了白宫就降个半旗呗 点点蜡烛搞定了 这问题绝对不会去解决的啊 但是中国这边可不行啊 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 任何一个危害人民生命安全的社会案件都必须严厉打击 对涉黑涉恶的团伙更是加大打击力度 你想来中国干黑社会 那你可算来着了 保证让你老底坐穿 中国出点事 网军带节奏 麻烦啊 聪明点 美国治安都啥比亚的 大家都清楚 给美国治安洗地 那我真是看啥言了 老民都是在推上自己都说了 身上总要带个20块钱 如果在纽约遇到劫匪了 赶快给人家钱消灾 别惹劫匪不高兴 有的朋友会说怎么现在什么事都能往男女对立上潮呢 这事我给大家讲过好几次了 民主党上台之后啊 基本把川普之前砍掉的宣传预算全部都加回来了 其中一个重点就是通过NGO给中国那些女权打钱 美其名曰是推动女性权益 其实就是在中国的舆论场上挑拨性别对立 其实早些年没什么男女性别对立 当时主要是挑动地狱黑 通常这事一出来就跳出来说 唐山怎么怎么样啊 大城市不会怎么怎么样 搞这种对立 因为效果有限 这些吃美国狗粮的网军就开始升级了 现在是什么事都要炒性别对立 再到后面就变成英国美国什么都比你好 你不行全世界就你中国不行 反正上杆上下是能有多高就推多高 就事件的本身进行理性讨论的空间 基本上就被淹没掉了 当前互联网性别矛盾尖锐的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每当犯罪分子啊是男性时 转发评论区那直接就爆了 上升到性别层面进行刻意的强调 男的就是垃圾 男的就邪恶 每当建议勇为或者牺牲的警察军人 消防员是男性时 这些性别问题就都被忽略了 之前那群上蹿下跳的账号不约而同 都选择了无视和沉默 久而久之相当一部分无脑的网民 就会在潜意默化下形成了男性从来不干好事的印象 完全忘却了今天的岁月静好 凝结着男性群体的付出和牺牲 这种例子太多了 我这随便一搜就一大把呀 网上只要是男性见勇为的舍己为人的新闻 基本上都没有什么转发跟评论 我翻了很多帖子 基本上都这样 这就充分的说明 他们是专门去扩大极端个例来炒作男女对立的 昨天再加上还有没有什么脑子的女明星 像什么张雨琪也跳出来了这个那个的说 你婚姻遭遇不幸那是你个人问题 你别往全体男性身上带呀 网军得到神助攻自然是更加努力的开始炒作 在中国呀男女不是对立的 善恶才是对立的 中国的社会安全程度放在全世界来看都是最好的呀 我这种数据啊 谋杀率来说中国是每10万人0.53 而美国是4.96 比中国高出10倍了 职人职处最爱的北欧 瑞典啊 1.08 丹麦1.01 芬兰1.63 再看看中国和这期国家谋杀率对比 咱们就直接把那个美国的那么烂的国家直接拿掉 就看中国跟其他国家的对比 中国的犯罪率也是一直在下降的 暴力袭击类犯罪 中国在调查中的94个国家排名是垫底的 83名 欧美所谓的发达国家暴力袭击犯罪 甚至比一些战乱国家还高啊 我这里强调一句啊 有些职人职处啊 一边享受着中国安全的环境 还一边对中国逼逼赖赖 你觉得中国不好啊 你上外面看看去 你觉得哪好你就去哪 你去外面感受感受 外面到底治安好不好不就完事吗 别逼逼赖赖的知道吗 中国几百个城市啊 十几亿的人口发生这种恶性的刑事案件的比例都这么低 对比美国总人口才三亿啊 你晚上你赶上当趟逛一圈吗 一起治安事件引起境内境外全网讨伐 这不恰恰说明中国治安更好吗 我们容不得社会存在黑恶势力 你网军再怎么洗也没用 就唐山这事放在美国 它根本就不是个新闻好不好 这就是事实啊 那么有朋友可能会问了 为什么现在出点事 什么突发的社会安全事件 就往性别对立上炒 这个要说起来就有点复杂了 首先不管什么事 他一定有男有女吧 比较容易带节奏 什么事都能扯到男女对立 再加上美国的走狗啊 韩国在男女对立方面 有非常丰富的斗争经验 所以网军跟NGO是非常想把这种 强烈的男女性别对立引进中国 最终的目的就种族老灭绝嘛 让中国家庭破裂 婚姻破产 没人结婚 最正生育率快速暴跌 韩国不就是前车之鉴吗 那么这种国家最终的下场 我这有一个公式 就是女权发展起来 然后人口倒退 被迫引进无女权人口 最终是彻底的人口之欢 当然西方国家玩这套东西 先倒霉的恰恰就是他们自己 咱举个例子 就法国啊 现代女权运动啊 在法国那可老厉害了 他们是通过社会运动 思想运动进行推动 发展成一个女权 变成绝对政治正确的地步 可是短短的几年的时间 女权高度越发达的地方 人口凋零的速度就越快 法国年轻劳动力不足啊 就被迫必须要引进人口 从现在法国的情况来看 引进的主要就是非洲 以及中东地区的人口 这样他们才能维持 基本的经济发展啊 但是不要忘记一点 非洲和中东地区 哪有什么女权观念 那么最终就是你的人口 慢慢被置换掉了 所以搞的这个所谓的女权 他最终由于人口之患 一定是猪篮打水一场空 你女权半天 最后女权个寂寞 但是啊 以昂萨为首的 他们这些蛮族啊 他们可不管什么 后世洪水滔天 只要能对你进行种族灭绝 他们什么招都敢用 所以现在啊 对于互联网上这两点 所谓的极端女权主义的泛滥 大家必须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切记切记啊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了 感谢大家收看 咱们下一期再见 拜拜